我不是叫周深吗 我叫周深 这是 是个驱跑 哎呦 在家三年 专硕 怎么了 等会儿等会儿 卡住了 被你问吧 给人老师都问 卡住了 令人心动的offer3 越看越上头 因为每期节目 偶像周深 都能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惊喜 满满的正能量 而在第五期节目当中 反转不断 新人突然踢管 给其他几位实习生 无形当中增添了 很大的难度 不过越是这样 该节目才越有看点 在王伟航的 真人秀情节中 严慎带着他查看病房 即将接受手术的 还是一个患儿 从张岩的口中得知 他的肝硬化 非常的严重 已经严重到了 比较中末期的 肝衰竭的地步 小小的年纪 却得了这么一个 不应得的病 让人不禁的心酸 为了让儿子 能渡过难关 父亲决定 给他捐赠肝脏 说白了 就是轻体移植手术 此话一出 呈现出来的画风 极其压抑 全望的观众 都不想看到的 如此抓马的一幕 走到手势数门前 母亲没忍住地 流下了眼泪 这就是父爱如山 为了自己的儿子 宁愿牺牲一切 当镜头拍到毛不易时 早已泪目 毛不易的一个举动 引发了不少粉丝的共鸣 该手术还是分开做的 先从轻体取出 然后再移植到孩子身上 手术正式开始后 汪伟航的最后一次考核 也拉开了序幕 过程当中 汪伟航稳定输出 父亲这边进行得很顺利 每一个过程 都让屏幕前的观众 深捏一把冷汗 就连偶像周深都很紧张 手术前后 一共坐了六个多小时 而汪伟航的表现 深不打劫 获得了主任的肯定 眼角也慢慢地向赏扬 之前的挫折 对他而言 并不是一件坏事 轮到周深 对其进行点评的时候 先表扬了汪伟航的恩师 严慎 直呼他是非常有 售后服务的一名医生 非常有售后服务的 一位医生 就不会 严厉完之后就没了 不得不说 周深真的太给力了 三言两语 就能把重点说出来 每一句话 都带有满满的正能量 紧接着还聊起了 面对竞争 会是什么心态 毛不易直言不讳 明确地表示 自己不喜欢竞争 当然了 毛不易的意思 是自我提升 还能接受 但如果是在竞争之下 促进自我进步 并不是他的选择的方式 而他对新实习生 金明的出印象 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女王范十足 从容的笃定 一看就是一个职场老手 毅力尽的一句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成功地戳中了周深的笑点 姐就是女王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金明传 卡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只见周深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爆笑十足 随后就是一句 令人心动的Offer 3 之金明传 呈现出来的画风 颇有甄嬛传的即时感 毛不易还吐槽周深 已经疯了 两兄弟不经意间的插科打混 拉满了整期的节目笑点 相信大部分的观众 都跟我一样 看到这段情节时 差点笑喷 在周深眼中 有新人竞争 未必是一件坏事 所谓的对比 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因为他可以让自己更加努力 有趣的是 丁辉还把自己第二季 令人心动的Offer的感受 说了出来 而他当时的内心戏 是自己的成绩 一直都是吊车尾 新人踢管 自己是不是就该走了 节目后期还特意给丁辉 量身打造了一个特效 加上那我走 三个大大的花子 不愧是第二季节目中的喜剧人 真的是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其实人跟人的特点不同 在比较中的失去的 会在存在中找回来 后来张淳业还聊起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 问加油团的各位 还记得当初初入职场的记忆吗 第一个回到的就是周深 刚开始会更困难一点 因为我以前很不爱说话 也不敢说话 我跟毛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主动了 那个时候 就毛老师您好 然后他就 嗯 嗯 发自真心地说 哇毛老师你声音太好听了 叙述感太强了 然后他说 我说你也不错了 万万没想到周深居然表现得如此真诚 把当年的一些经历都说了出来 当初周深不敢说话 而且还想到了第一次跟毛不易见面的场景 前半段还一本正经的回忆 结果下一秒就变成了喜剧 一边问毛不易 一边挠头 各种出圈的小表情 既可爱又搞笑 当时周深还特别的主动 而毛不易从头到尾话都很少 周深为了还原此情此景 还特意把毛不易当初的名场面表演了出来 完美复刻了毛不易身上的精髓 总而言之 光看他们二位在节目中的表现 就特别的有代入感 甚至有观众提议 让节目组专门剪出一期 毛不易跟周深谈话的名场面 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既有正能量的输出 又有意料之外的笑点 所以这档节目入坑不亏 值得全网点赞叫好